你们说千道流究竟是正派还是反派吗 作为曾经大陆三大爵士强者之一 千道流的一生光明磊落 无黑点 他虽身处武魂殿 但却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唐三的一家也只是受到千寻击 比比东迫害 就算自己儿子死了 他也是向征信地追杀一下唐浩 也只是让浩天宗归艺 没有全面开战 因为他知道是比比东下的独手 但他也没有为难比比东 毕竟这一切都是自己儿子有错在先 千道流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角色 最后也是为了成全千任雪成神 献祭了自己 他一生都在和唐晨较劲 连献祭最后时刻 他说自己等这一天太久了 大声喊道 唐晨 你终究还是差我一步 没想到 我会在这个时候胜你一筹 虽然我不能百急成神 但我的后代做到了 可惜不知道 你是否还活着 要是你还活着的话 当你看到我的孙女成神时 会是怎样一副表情 他对千任雪说道 喜儿 这是你的最后一关 也是爷爷的最后一关 告诉他记住 无论承受多么大的痛苦 一定要成功 将来 如果他遇到一个 叫唐晨的绝世斗罗 一定要替爷爷击败他 那是爷爷一生的对手 喜儿 傻孩子 有得就有失 这是爷爷的素 成为天使之神的守护者 爷爷的存在 就是为了天使神奇的传承 从此一代绝世斗罗 武魂殿供奉千道流云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